接下来我们看第六个 个人转让期购买的住房的增值税的管理 这里边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这里边讲的 它有两个特例 一个是什么 这里边说的主体是个人 第二 这里边说的是住房 为什么强调这个呢 我们前面在讲这个小规模纳税人的政策的时候 一再提示 小规模纳税人转让期取得不动产 不含个人转让期购买的住房 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政策 小规模纳税人转让不动产当中 我们是把个人转让购买的住房 这个政策是单独抛出来的 那么这里呢就单独再讲一下 究竟其他个人转让自己的住房 到底他的税务处理是什么 然后他这个课题呢 一定限于他转让的标的是住房 不包括什么 我再说一遍 不包括商铺 商铺属于房屋 住房也属于房屋 但是商铺不属于住房 听懂了吗 所以转让商铺也不适用这个政策 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好 而且同时要说一下 如果是其他个人转让我们的住房的话 不存在什么预缴的问题 直接做纳税申报就可以了 不存在预缴的环节 具体的政策如何呢 我们看一下 这块是非常容易考单选性的小计算的 我们把这个政策呢 总结为三点 首先要看什么 首先要看你这个房屋的住房的持有时间 有没有超过两年 如果你买的住房 购买不足两年 假如说2017年7月份买的 你2018年的7月份就把它卖了 你刚持有一年就卖了 我们的税务处理是 如果持有时间不足两年 全额缴税 你假如说17年7月份 你100万买的 18年7月份 你200万卖的 那我们的税务处理就是200万 除以一加5% 再乘以5% 全额缴税 为什么 大家注意 我们税务上实际上就认定为 你持有超过两年的住房 我认为你就是什么 你不属于投机性房地产 如果你持有没到两年就卖了 我认为你这个房子就搞投机 大家也不用跟国家较真 说凭啥定两年 法律就这么规定的 他实际上就认定两年 是划分投资还是投机 你到底那个房子是干嘛的 不到两年就卖的 你就是投机性的 投机性的就是惩罚性税收 怎么惩罚呀 你100万买的 200万卖的 我就按200万的全额 除以一加5% 乘以5%算税 当然 如果我超过两年了呢 假如说我2017年7月份 100万买的 我2019年10月份才卖 我卖了200万 这个时候怎么处理呢 这个时候啊 就要看你的区域 假如说你购买超过两年以上了 那我就要看你的区域 你是在北上广深 四个区域 还是在其他地区 如果你购买 超过两年以上的房屋卖了 然后你的地区呢 在北上广深以外的 其他地区 假如你在长春 你2017年7月份买的房子 在长春呢 2019年10月份把房子卖了 我们给你的待遇就是免税 不需要交税 那样的同学会关心 说老师 那如果是北上广深的 超过两年的房产 我该怎么处理啊 如果是北上广深的房源 住房超过两年的 我们又要看你的房屋性质 是普通住房 还是非普通住房 假如你卖的是 北上广深的普通住房 然后你是超过两年的 普通住房 你把它给卖了 你的待遇也是免税 当然如果你卖的 不是普通住房 你说我卖的是一个 北上广深的别野 有点幽默啊 就是别墅啊 我知道是别墅 卖的是北上广深的别墅 那你就非普通住房啊 非普通住房 超过两年了 我也给你优惠 但是最多只能差额缴税 人家差额缴税啊 那你200万卖的 你200万减去100万 只差 乘以一家5% 再乘以5% 这就是个人转让期购买住房的 基本的政策 大家也可以总结为一句话 我在课件里没有写 你可以记下来 怎么记更好记呢 叫个人转让期购买的住房 主要看三点 叫一看持有时间 二看房屋区域 三看房屋性质 注意这个顺序是不可逆的 一看持有时间 是否超过两年 没有超过两年的 一律全额 是不简单呢 然后超过两年的 二看所在区域 超过两年的房产 我看你是北上广深 还是北上广深之外 如果你是北上广深之外 超过两年的 直接免税 如果是北上广深的房子 超过两年了 叫三看房屋性质 我看你是普通住房 还是非普通住房 你要是普通住房 北上广深的 你也免税 你要是北上广深的 非普通住房 差额 差额即税 记住了吗 同说一遍 一看持有时间 二看所在区域 三看房屋性质 光说不练假把势 我们看一道题 北京的张三先生 2019年9月份销售别墅 汉税销售额1000万元 该别墅 是张三2016年5月份购买 购进价格是800万元 则张三应缴纳增值税为多少元 首先大家明确张三是什么 其他个人 听懂了吗 其他个人 第二 他卖的是别墅 我问你别墅是不是住房 有同学说老师 别墅不是住房 谁告诉你别墅不是住房啊 别墅就是住房 只不过他不是普通住房 听懂了吗 人家是住房 第二个要注意 张三先生是哪的张三先生啊 这也很重要啊 人是北京的张三先生 可不是你长存的大连的 是北京的 然后注意 他是16年5月份买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卖的呢 2016年9月份 肉眼识别 他也超过两年了 听懂了吗 卖了1000万 买的时候是800万 问张三应该缴纳增值税多少元 把我刚才的口诀说一遍 一看持有时间 二看所在区域 三看房屋性质 咱们一看持有时间 超过了两年 对不对 所以他不存在 直接全额征税的情况 对不对 二看所在区域哪的 人北京的 三看房屋性质 什么房屋性质啊 非普通住房 别墅嘛 所以什么政策 差额集税 那么正确答应该是1000万 减去800万 差额 除以1加5% 对不对 再乘以5% 算出呢 应纳增值税 95238.1元 好 记吧 一道题就作会了 当然这道题我稍微改一下 如果我把北京俩字改成长春 那你这个题怎么做 如果改成长春的话 这个答案直接就是0 听懂了吗 直接就是0 或者我把这个别墅 别墅改成普通住房 或者是经济私用房 你是不是答案也是0啊 听懂了吗 所以稍微变一下 你就会做 或者我把这个2016年5月份购买 变成2018年5月份购买 如果变成2018年5月份购买 你答案是什么 那你就是1000万 除以1加5% 再乘以5% 对不对 如果是没到两年的就是全额 所以一道题要百变 对不对 他一变你又会做 好 前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纳税人转让不动产的 他的征收管理给大家讲完了 我相信呢 虽然大家并没有完全的掌握 这块我再说一遍 至少听三遍 然后你要做题 你要做题 听懂了吗 大量的做题 做完题以后 你会发现跟你想象的难度 没那么难 对不对 所以后面几张表格啊 我们不会再去细讲了 就是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内容的一个 一个综合和总结 你看一般纳税人转让不动产 如果一般纳税人转让不动产的话 他分为预缴和正式申报 预缴的话 我也看你是老项目还是新项目 对吧 然后如果是老项目的非自建的 我还要看你是减一级税还是一般级税 对不对 那么差额预缴税款 自建项目呢 我也看你是减一级税还是一般级税 然后是全额预缴税款 新项目呢 是非自建还是自建 那么新项目 不管是非自建还是自建 都是一般级税 对不对 那么是差额预缴税款 还是全预预缴税款 预缴税款的地点 都在不动产实在地 第二张表呢 就是跟第一张表相关联的 前面讲的是预缴 第二环节讲的就是什么 就是申报 正式申报呢 是在机构所在地区申报 第三张表呢 总结的是小规模纳税人 预缴税款和申报的环节 也是分为什么 小规模纳税人 你是其他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还是是其他个人 如果是其他个人的话 不需要预缴 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它是存在一个预缴 和正式申报的 第三张表 我们贴的是什么 涉及到一个 小规模纳税人的 申报的一个地点 第四张表 我们贴的是 个人转让期购买的住房 这个个人指的是 个体工商户 它的税务处理 第五张表 我们贴的是 其他个人转让期购买的住房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一看持有时间 二看所在区域 三看房屋性质 当然 最后一张表 贴的是管理方面 那个需求 管理方面的要求 这里边我们就不再多讲了 那么管理上这个要求呢 我简单的把几个要点说一下 第一个 纳税人按规定 从取得全部价款 和价格费用当中 有的是可以按规定 扣除不动产原职的 或者是取得不动产的 时的坐驾的 这个差额扣除 是要求你取得 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 和国税总局规定的 合法有效凭证 那什么是我们可以 作为不动产 购置原价的 合法凭证呢 它既包括税务部门 监制的发票 也包括法院的判决书 财定书 调解书 调整书等等 还包括国税总局规定的 其他凭证 小规模纳税人 转让其取得不动产 不能自行开具 增值税发票的 可以向不动产 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申请代开 然后纳税人 向其他个人 转让其取得不动产的 不得开具 或申请代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 好 以上是第七项的内容 第八项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 涉及到 引改正的行业的 就是纳税人 跨县市提供建筑服务 其实这里边有两个点 第一他说的是建筑业 第二关键是 三个字叫跨县市 因为不涉及到跨县市的话 它就没有那么复杂 我再说一遍 一涉及到跨县市就有什么 我们知道全国的建筑里边 哪个地方是最出名的 南通啊 江苏南通啊 我是南通的一家企业 建筑企业 就我跑到你河北去修桥 那你说的建筑服务在哪提供的 我在河北省提供的 结果我这个建筑公司 所属地又是南通的 肯定是河北省也想征我税 南通也想征我税 所以又存在什么 建筑服务的发生地 你要做预教 然后回到你的机构所在地 你还要做正式申报 听懂了吗 跟前面讲的不动产 是不是一个原理啊 劳务发生地做预教 机构所在地做正式申报 当然还要多插一个点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建筑业当中有三个特殊的行为 一个是老项目 一个是假供材 一个是轻薄工 我们在前面讲 简易计则的时候提到了 建筑业这三个 老项目 假供材和轻薄工 他们是采用 可以选择检易计税的方法 换句话来说 一般纳税人 如果发生了老项目 假供材 情报工 他可以选检易计税 是不是也可以选一般计税啊 小规模纳税人 发生这三项的 肯定是检易计税 对不对 一般纳税人 发生这三项行为的 可以一般 也可以检易 所以你要看清体干的要求 第三个 小规模纳税人 跨线是提供建筑服务的 可向建筑服务发生地 主管税务机关 申请代开增值税发票 第四个 在我们这个题材里边 会涉及到税率和征收率 还有预增率 那这里边呢 又多了一个名词 它不仅涉及到税率和征收率 大家第一次听到了一个词 叫预增率 那这个预增率啊 它既不是税率 也不是征收率 就是在预增环节 我们预增的那个比率 听懂了吗 所以它是非常独特的 它指在建筑业这里边 的预增率是多少呢 一般纳税人 它在预角环节 它的预增率 涉及到的是2% 征收率是3% 税率是10% 一般纳税人的建筑企业 注意啊 涉及到这三个 预增率2 征收率3 税率10% 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 一率是3% 当然 如果纳税人 在同一地级行政区范围内 跨县市提供建筑服务 就不适用于我们这个公告了 一定强调的是什么 不在同一个行政区内 跨县市 然后还有个新增的内容 小规模纳税人 跨县市提供建筑服务 如果月销售额 小于10万的 无需预缴税款 其实不仅包括月销售额 小于10万 还包括季度销售额 小于30万 都是无需预缴税款 因为我们后面会讲一个免税规定 月销售额小于10万的 季度销售额小于30万的 是免征增值税的 好 我们接下来看具体的税务处理 首先我们看的身份 是一般纳税人 然后呢 如果是一般纳税人的话 我们知道在建筑领域 它会频繁的发生什么行为啊 就是总包和分包行为 经常我们总包一个项目 然后把这个项目分包给其他人 那么作为一般纳税人 如果你是个总包方 如果你是一个新项目 或者说你是一个老项目 但你选择了一般计税 大家注意 所谓的老项目 是不是2016年 4月30之前呢 他说老项目选择了一般计税 老项目选择了一般计税 它就跟新项目一样 对不对 因为新项目一定是一般计税 就是肖项减进项 而你老项目选择了一般计税 也是肖项减进项 对不对 当然也存在什么 老项目是不可以选减一计税啊 或者是假供财 轻包工 是不是都可以选择减一计税啊 那么如果你是新项目 或老项目选择了一般计税的话 我们预缴的时候 怎么预缴 大家注意非常特殊 由于你是总包方 由于你是要分包一部分给其他的企业 对不对 我们允许你按扣除你的分包款以后的余额 那就是你全部的销售额减去分包款 差额部分 除以一加10% 再乘以2% 这个2%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建筑业非常独特的一个预增率 它叫预增率 它既不叫税率也不是征收率 听懂了吗 就是在你的建筑劳务发生地 我们预增的话 不就是各地的分的一点税吗 对吧 按2%给你往回分 那这叫预增率 然后你预缴的时候是按2% 正式申报的时候 由于你是一般计税 对吧 你选了一般计税 所以我就是用你的销售额全额 这个时候也不考虑你什么什么 扣除分包款了 销售额全额除以一加10% 再乘以10% 是不是就是销项啊 销项减去你对应的镜项 这个时候镜项你可以怎么理解 你如果是总包方 你跟分包方之间 你俩是用什么结算 是用正式专用发票结算的 那你给分包款的价格 就可以抵扣进项税额 相当于分包方给你提供服务 对不对 它就是你的进项税额 前提他一定要给你钻票 销项减进项以后 再减去什么 你在预缴环节已经预缴过的税款 那么差额部分做申报 这是我们说的一般计税 如果是老项目 轻包工和甲工财 那么一般纳税人选择了减一计税 减一计税的话 在预缴环节 预缴环节是允许你把销售额 扣掉分包款以后的差额 注意是差额除以一加3% 再乘以3% 做预缴 当然你在正式申报的时候 你的增值税也是差额除以一加3% 再乘以3% 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 实际上他在正式申报的时候 就不需要交税了 对不对 因为你正式申报环节 那个算的税 跟你前面预缴算的税 是不是一样呢 你一减去以后 实际上应纳税额就是零 好 这么讲呢 还是抽象 大家觉得还是吃力 别着急啊 我们看一道例题 2019年5月 A市的假建筑公司 括号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在B市提供建筑服务 取得全部价款 含税一千万 将部分建筑业务 分包给已建筑公司 支付分包款 含税二百万 假公司当月在B市 应预缴增值税多少万元 注意这是18年税务时改编的题 他问的是 假公司在B市应该预缴的税款 大家注意 这个企业 它是一个建筑公司 这是第一条 第二 人家是一般纳税人 这是第二条 第三个 大家注意 它发生的业务 是2019年5月份发生的业务 2019年5月份发生的业务 换句话来说 肯定不是什么老项目 就是新项目 对吧 他也没说 他是轻包工和假工材 他就是一般纳税 这就告诉我们 他是一般纳税 对不对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第四点要注意 假建筑公司是在A市 他那个建筑服务是在B市提供的 听懂了吗 这不就是人物分离吗 劳务服务发生在B市 机构在A市 所以肯定会有预告 对不对 然后你看那个建筑行业里边又发生了什么 分包行为 对吧 一千万支付分包款是二百万 那么我们统一口径 他是什么 他是一般纳税人 切是新项目 所以在预缴的时候 怎么预缴啊 预缴的时候是用差额 也就是你一千万 你全部的承包额减去二百万 差额部分 我先把你变成不含税的 除以一加百分之十 预缴的时候 预增率是非常独特的 对吧 只有一个多少 百分之二 所以我们算出来你要预增的税 算出来是多少呢 一千减二百 除以一加百分之乘以二 算出来是十四点五五万 当然这道题并没有让你算正式申报环节 如果让你算正式申报环节 你也会算 怎么算 一千万乘以 百分之十 除以一加百分之十 这叫什么 这叫肖像税额 对不对 再减去 进项税额 减去进项税额以后 再减去什么 预缴环节已经缴过的十四点五五万 是不是就是你应该正式申报环节的税额呀 所以你会发现你真正做题的话 你把知识点一定要做还原 你知识点一还原以后 你会发现理论的知识没有那么难 还是要做题 再说一遍 这部分知识点还是要做题 好 前面我们讲的都是一般纳税人的建筑服务 那如果我不是一般纳税人呢 我是小规模纳税人呢 小规模纳税人呢 我们前面又讲过 他是不是分为单位 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呢 这里边我们已经明确了 其他个人呢 他提供的那个建筑服务 不适用于我们现在讲的一个管理办法 他也不涉及到什么预缴 如果你其他个人呢 你一个尼瓦匠是吧 到处提供建筑服务 你就直接在建问住老五发生地 按3%一次性交就行了 不存在什么问题 不存在什么预缴和正式申报的问题 但是小规模纳税人里边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他的总包方 首先要明确 小规模纳税人就一定是减一级税 他不存在什么一般级税的说法 那么在预缴环节 我们是差额除以1加3% 再乘以3% 做预缴 正式申报环节 差额除以1加3% 再乘以3% 减去预缴环节的税款 实际上我们也知道 只要他减去预缴环节的税款 他的应纳税额就是零 对不对 好 再来一道题 看小规模纳税人是怎么算的 假建筑公司为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 机构所在地为A线 2018年5月1日 倒闭承接西建筑工程项目 并将西项目当中的部分施工项目分包给了乙公司 5月30日 发包方案进度支付工程价款222万 5月份 假公司支付给乙公司的工程分包款为50万 假建筑公司5月份需要如何缴纳政治税 大家看这道题啊 咱们一条一条看 首先建筑公司 第二 人家是小规模纳税人 第三 老项目还是新项目啊 其实不重要了 因为什么 他是小规模纳税人 一定是减一几岁 对吧 然后你看机构在A线 假建筑公司机构在A线 施工项目在哪啊 到B线承接的西建筑工程项目 所以他的 又是一个异地提供建筑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 所以他肯定是分成两步 第一步是什么 先预缴 预缴的话是在B地预缴 在A线申报 对吧 那么B地预缴的话 他应该如何预缴啊 整个给的工程款是222万 差额预缴 因为他有分包嘛 减去50万 差额 除以1加 3% 再乘以3% 这是预缴 预缴环节 然后正式申报环节 是不是正式申报环节的税益 这么算呢 正式申报环节 也是220万 减去50万 除以1加3% 再乘以3% 然后再减去你预缴的 B是已经预缴的 5.01万 最后你实际上 A线做申报的时候 你的应纳税额就是0万 听懂了吗 所以一个提一个知识点 一个提一个知识点 你肯定掌握的透彻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 历年考题综合题当中 涉及到我们刚才这个知识点的 位于甲省某市区的一家建筑企业 为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在宜省某市区提供写字楼和桥梁建筑业务 2018年12月具体经营业务如下 第一 该建筑企业对写字楼建造业务 选择了一般计税方法 按照工程进度和合同约定 本月取得含税金额3000万元 并给业主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由于该建筑企业将部分业务进行了分包 本月支付分包含税金额为1200万元 取得分包商 采用一般计税方法 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要求 第一 计算上述业务企业 在宜省应预缴的增值税 第二 计算上述业务企业实际的肖像税额 你看这道题实际上就是典型的什么 在我们的考试当中以综合题形式体现 但是大家会发现它非常套路化 你看跟我刚才讲这道题有什么差异 基本上没有差异 所以这部分知识点我再说一遍 就是听起来很难 但是你真正捅破这层窗户纸 你会发现它非常套路 我们看这个题呢 它是一家建筑企业 然后它是甲省的某市区的建筑企业 然后它是一般纳税人 然后它是18年提供的业务 所以它肯定是什么 一般纳税 同时呢 它还是什么 一般纳税人的一般纳税 而且是设计到异地的建筑 你看在以省提供了写字楼的建造和强陵的建造 然后写字楼的建造呢 是一般纳税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 它问在以省应预缴的税额 那预缴税额 我们说差额预缴 差额预缴啊 它取得的是三千万 然后它分包呢 分出去是一千二百万 所以预缴的时候是三千万 减去一千二百万 差额除以一加百分之十 变成不含税的 再说一遍 预争征率是百分之二 算出来应该预缴的增值税 是三十二点七三万 这是预缴的增值税 那么在甲省正式申报的时候 正式申报的时候 它问的是肖像税额 那肖像税额就简单了 三千万除以一加百分之十 再乘以百分之十 实际上进项税额 我们也可以直接减去 进项税额是多少 它说本月支付了 含税金额 一千二百万 取得分包商开具的 正税专用发票 也就是一千二百万的 那个分包商是给它 开专票的 那么在一般计税情况下 它也是可以减进项的 一千二百万除以一加百分之十 再乘以百分之十 这就是它可以减着的进项 肖像减去进项 是不再减去我们原来 预角的政治税 这就是应骂税 当然这道题 它不仅有写字楼的建造 它还有一个桥梁的建造 所以我们再往下看 第二项业务 桥梁建造业务 为假供财工程 该建筑企业对此项目 选择了减一级税 其实这里边 你只要一看到这几个字 你就知道它一定是减一级税了 它说假供工程 就是假供财呗 假供财它选择了减一级税 你要知道不是一般级税了 本月收到含税金额4000万 并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 该建筑企业将部分业务 也做了分包 本月支付给分包含税金额1500万 取得了分包商 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那么这里边又涉及到什么 在宜省预缴 然后回到甲省去正式申报 他问的是在宜省 一个预缴的增值税 由于它是假供工程 且选择了减一级税 所以预缴的时候就是什么 4000万减去1500万分包额 差额除以1加3% 再乘以3% 预缴的税额 算出来是72.82万 所以你看这条题就非常有特色 他说他在宜省有两项业务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鞋子楼的建造 它是一般级税 一个是桥梁建造 它就是什么 假供 然后减一级税 相当于把两个点都考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9个 纳税人提供不动产的经营租赁服务 涉及到增值税 征收管理的占行办法 那么这里边大家也注意啊 他说的是不动产的经营租赁 不动产的经营租赁呢 也是我们引改征的一个范围 但是我们知道不动产经营租赁 它也分为什么 本地的不动产租赁和异地的不动产租赁 我们这里边啊 重点和难点是异地的不动产租赁 因为如果是本地的不动产租赁 机构所在地在本地 房产也在本地 这种情况下租赁的话 它又没有什么预角的问题了 对不对 只有异地的不动产租赁 假如说企业在长春 结果呢 房产在北京的房子租出去了 这就是异地不动产 又涉及到什么 不动产的租赁当地 你要预角 回到机构所在地 是不是要进行正式申报啊 OK 好 我们首先看一般纳税人出租 不动产 他的税务处理 那么首先他的身份是一般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当中的单位 如果他涉及到的不动产 我们也要看他的不动产 是老项目还是新项目 我们知道老项目就是 2016年4月30之前 你得到的不动产 然后往出租 是不是老项目啊 老项目是减一级税的 而新项目是一般级税的 或者是老项目当中 你选择了一般级税 对不对 那么跟项目一样 都是一般级税 如果是本地的不动产租赁 不管老项目还是新项目 都不预缴 正常全额 老项目按全额5% 征收就可以了 只有异地的 才涉及到预缴和正式申报 所以老项目 如果你选择减一级税了 那么在不动产的所在地 你要先预缴 预缴是用含税的 租金的销售额 除以一加5% 再乘以5% 这叫预缴 正式申报环节呢 你再按照全额 除以一加5% 再乘以5% 算你的应纳税额 但是我们实际 大家也知道 正式申报环节 那个算的税款 你再减去你预缴环节的税款 最后的应纳税额 基本上是零 对不对 当然也不排除 你这个租赁的房地产 也有一些近象 也不一定是零 当然如果你是新项目 或者是老项目 选择的一般计税 如果是异地的 那么在预缴环节 在不动产的所在地 含税销售额 除以一加10% 这里边是乘以3% 这叫预增率 这个预增率是3% 预缴 然后正式申报的时候 按全额除以一加10% 再乘以10% 算销项 再减去你租赁不动产 发生的近象 再减去你预缴时的 那个预缴税额 是不是差额 就是你需要补税的 这是第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说 一般纳税人 他其中的单位 如果发生异地租赁和本地租赁的话 我们的税务处理 当然如果你是一般纳税人当中的 另一个身份 假如你是一般纳税人当中的 个体工商户 我们知道个体工商户 也是可能成为 当一般纳税人的 对不对 如果是个体工商户的话 他发生的老项目 这个老项目呢 注意里边又不包括一种特殊的房子 就是不包括住房 个体工商户 他的老项目发生出租了 也是什么 也是减一级税 如果是本地的房产的租赁 没有预缴 全额按5%征收率计算就可以了 如果是异地的老项目 那么预缴环节 也是含税销售额 除以一加5% 再乘以5% 预缴 正式申报的时候 全额申报 按5%的征收率计算 算出应纳税额以后 再减去什么 预扣减的预缴的税额 实际上应纳税额一般也都是零 对不对 当然 如果你是个体工商户 你发生的是新项目 新的房产 就是2016年4月30日以后 取得的房产 你往出租了 这叫新项目 对吧 或者是老项目 你选择了一般计税 这种情况下 本地的我们是不预缴 直接全额申报 按10%的税率 如果是异地的 我们在预缴环节 是含税销售额除以1% 按3%预缴 然后正式环节按10% 算销下 再减去它的近乡 再减去预扣缴的税额 当然 如果你是一般纳税人里边的 比较特殊的 你是个体工商户 或者说你是个人 个人和个体工商户当中 如果你卖的 你出租的不动产标的 是非常特殊的 假如不是我们前面讲的 其他的不动产 不是其他的房产 而是住房 注意这里边关键是 他比较特殊 你租赁的是住房 如果是个体工商户和个人 他出租住房的话 注意 如果是本地的房产出租 我们是全额申报 按5%的征收率换算 但实际纳税的时候 给你个税务优惠 按1.5%减增 这是他特殊的地方 你如果是涉及到 异地的不动产租赁 如果是住房的话 含税销售额预告 含税销售额除以1.5% 再乘1.5预告 正式申报的时候 也是全额申报 然后按5%征收率换算 最后也是按1.5%去计算 再减去你已经预告的税款 所以这里边啊 最特殊的就是 他有一个税率的优惠 有个1.5%的税率优惠 好 我们还是要通过题目 来锻炼这几个知识点 A房产地处甲公司机构处在地 2015年2月购置 年租金是252万 租期两年 A房产选择了减一计税 请计算甲公司应缴纳的 增值税 首先我们看这个企业啊 它是一个什么身份呢 一般纳税人 然后这个房产呢 是甲公司购置的房产 是2015年2月份购置的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证明它是什么 它是老项目 对不对 然后老项目人家选了什么 减一计税啊 选择了减一计税 然后它年租金是252万 租期是两年 计算应缴的增值税 所以我们的计算是 纳税人如果提供租赁服务 由于这个题目 它特殊还特殊在一点 它采用的是预收的方式 预收的方式 它虽然是两年的租期 两年的租期 它一次性的把这个租金都收了 年租金是252万 它租期是两年 如果采用预收款方式的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就是预收款的当天 而A房产 它说了 地处甲公司机构所在地 换句话来说 它是本地房产的租赁 不涉及到异地 那不涉及到异地的话 就没有预缴环节 没有预缴是不是就直接申报 直接申报的话 由于它选择了减一级税 而且甲公司一次性 收了两年的租金 如果一次性收两年租金 它实际上的考点 就集中在那个预缴 预收环节了 租金一次性预收的 它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应该在收到预收款的时候 全额记录 所以我们的销售额 不是252万 而是252万乘以2 是504万 所以它应缴的政治税 应该是504万除以1加5% 变成不含税的 再乘以5% 没有预缴直接正式申报 算出来它应纳的政治税 是20万 第三个 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 他出租不动产 注意这个身份又转了 不是一般纳税人了 是小规模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里边 我要看它是单位 还是个人 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 里边的单位 他出租的不动产 我要看它是本地的 还是异地的 本地的没有预缴 全额申报 按5% 如果是异地的 先要预缴 预缴的话 注意是按 含税销售额 除以1加5% 再乘以5% 做预缴 在正式申报环节 再按照全额 按5%征收率去计算 再扣掉已经预缴的税款 如果你是小规模纳税人 里边的个人 切是个人里边的 个体工商户 而不是其他个人的话 本地不预缴 全额按5%申报 异地的预缴的时候 含税销售额 除以1加5% 再乘以5% 正式申报的时候 全额按5%申报 然后扣减 已经交过的预缴税款 那么你如果出租的不动产 是非常特殊的不动产 是住房的话 本地的不预缴 全额按5%换算 然后给一个减增 1.5%的税率减增 如果是异地的 含税销售额除以1加5% 再乘以1.5% 预缴 正式申报的时候 按5%换算 再按1.5% 去算它的应纳税额 再减去预缴税款 第五个 如果我们是小规模 纳税人里面的 其他个人 其实其他个人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然人 自然人这块啊 其实我们还要 再把它再详细一点 这里边就是复杂 就复杂在这 我们前面也说过 不动产是包括住房的 包括这个房屋的 对吧 然后房屋又包括什么 住房和非住房 所以这里边 我们又明确一下 假如就是张三李四 他租房子 我们要看他租的是商铺 还是租的普通住房 如果他出租的是商铺 我不管你是本地异地 因为其他个人 出租不动产的话 一律是实行 直接纳税 没有预缴的一个环节 全额申报 在不动产 属在地 全额申报 用含税销售额 出一加5% 直接乘5% 也就意味着 他对非住房 我们是没有税务优惠的 就按5%的证收率 去计算 如果你是其他个人 你租赁的是住房 这个时候要注意 我们是用含税销售额 出一加5% 再乘以1.5% 是不是有优惠了 这时候就要区分什么了 看你那个房屋的性质了 好 这里边也有一个新增的点 其实我们前面 无数次说过了 小规模纳税人 出租不动产 如果月销售额 小于10万 无需预缴税款 季度销售额 小于30万 也无需预缴 跟前面都是总结在一起的 我们看几道例题 做一个测试 自然人张三 2018年6月 出租自己的别墅 每月取得含税租金21万 问应该缴纳多少政治税 你看题虽然少啊 信息量挺大呀 第一张三 张三是什么身份 叫其他个人 第二 他出租的是什么 注意 叫别墅 别墅是啥 首先你明确 别墅是不动产 其次别墅是房屋 再次别墅是住房 但别墅不是商铺 对不对 他仍然是住房 只不过他不是普通住房 听懂了吗 所以啊 你取得含税租金21万 你要交政治税的 怎么交啊 由于你是自然人 其他个人 出租房屋 出租住房 所以出租住房的话 21万是含税的 所以除以一加5% 对不对 你是出租住房 所以我可以给你个什么优惠啊 按1.5减增 对不对 所以答案是多少啊 算出来是3000元 这是第一个题 第二个 咱们稍微变下行 大家注意 跟刚才那条题啊 相比啊 基本上一样 就把别也变成了什么 商铺 别也变成了商铺 这个变化就大了 你变成商铺 意味着他不是住房了 他出租的是非住房啊 张三出租非住房 含税租金21万 那我们的算法是21万 除以1加5% 注意 关键是后面 没有税务优惠了 直接是乘以5% 听懂了吗 所以算出来 应纳税额是1万元 好 这个变形爽不爽 那再变一下 自然人张三 2018年6月份 出租自己的商铺 每月取得含税租金 10.5万 注意 仍然是张三 然后出租的事 还是商铺 但是现在变成多少了 他的含税租金 是10.5万 这就要注意什么问题了 10.5万 我们知道 是含税的 我们除以1加5% 换算出来 正好是10万 是不是小于等于10万呢 所以大家注意 他的应纳税额是0 为什么 我们刚刚讲过 其他个人出租住房的 出租房屋的 月租金不超过10万 无需缴到增值税 季度租金不超过30万 按季度缴税的 不需要缴增值税 对不对 听懂了吗 所以这个知识点呢 上下的交叉 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个 房地产开发企业 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增值税的征收管理 其实这个点呢 就和我们前面讲的 纳税人转让不动产 大家要区分开了 我们前面在讲 这个第七项 纳税人转让不动产的时候 专门提到了 纳税人转让不动产当中 不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 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 所以这里面呢 就单独的规定了 房开企业 销售自行开发的房产项目 到底如何处理的问题 所以它适用的范围 主要是房开企业 销售自行开发的地产 第二 我们知道房开企业 销售自行开发的房产项目 我们在前面讲到了国家给的这个优惠 就是它可以插额 确定销售额 就是销售额 并不是按销售收入的全额 而是允许从你的全部价款和价值费用当中 扣掉当期允许扣除的土地价款 把这个地价款扣掉以后 才是你真正的销售额 当然 这里面的地价款 我们在前面也总结了 它包括两块 一块是你支付给政府和相关部门的 什么增补 拆迁费 各种费用 对吧 土地出场收益等等 也包括你支付给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拆迁等费用 所以土地价款是有两块 第二个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土地价款呢 包括这两块支出的土地价款 但是这个土地价款我们要做配比 为什么要配比呢 因为你房子你不可能一次性全卖掉 你是房子边建边卖 对吗 那么你这个土地价款 你是整个房屋和土地 占用的土地的价款 我不可能让你只卖了20%的房子 你却扣了100%的土地价款 这是不行的 这个我们是要管的 所以当期实际上允许你做 差额扣除的这个土地价款 一定是什么 你卖房子的 你卖了多少房 你就能扣多少土地价款 你懂了吗 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公式 你全部的土地价款 成个比例 就是当期销售的房地产项目的建筑面积 就是你已受建筑面积 占房地产项目可供销售面积 已受面积但可供面积的比例 然后我推出你当期可以扣除的土地价款 所以它还有个配比在里面 第三个 就是在我们房开企业销售 自行开发的房产项目当中 也会涉及到一些税率和预增率的问题 那么如果是一般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的话 他有一个预增率 这个预增率呢 是3% 因为大家知道房开企业 从来就没有出现过3% 所以在房开企业的一般纳税人 这3%叫预增率 它可不是我们讲的建筑业里面 那个税率 对吧 在房开企业里面是叫预增率 就是预增环节 那个比率 预增的比率 然后还会涉及到一般纳税人 如果涉及到减一计税的话 还会有5%的征收率 如果是正常计税的话 一般计税还有10%的税率 然后如果你是房开企业的 小规模纳税人 那么也会涉及到预增率是3% 征收率5% 好 我们看具体的情形 首先看 如果你是房开企业的一般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 你自行开发的项目 我也要看你这个项目是老项目还是新项目 王老师已经说的都吐了 新项目和老项目关键是看什么 你是2016年4月30日之前开发的 还是2016年4月30日之后开发的 如果你自行开发的是老项目 老项目就有个选择权 你要么选择减一计税 要么选择什么 一般计税 如果你开发的老项目 你选择减一计税了 那我们预角的时候 就是刚才讲的 预增率按3%预增 你用含税销售额除以加5% 再乘以3%预增 预缴税款以后 正式申报的时候 全额按5%的征收率 去算它的应纳税额 再减去你前面已经预缴的 差额部分补税 如果你是自行开发的老项目 但是你选择了一般计税 你选了一般计税 老项目的一般计税 跟自行开发的新项目 自行开发的新项目 是不是本身就是一般计税啊 所以老项目的一般计税 跟新项目开发的新项目的一般计税 它俩的处理规则是一致的 就是在预缴环节 用含税销售额除以1加10% 再乘以3% 注意它叫预增率 听懂了吗 按3%预增 预增以后 正式计算的时候 按10%的税率 去算销项 只不过你按10%销项的时候 要注意它那个销售额比较特殊 房开企业一般计算的销售额 可以怎么办呢 可以差额确认销售额 允许从你的房屋的全部的销售款当中 扣掉什么 按面积配比的土地价款 按面积配比的土地价款 扣掉以后余额去积税 算销项 然后算你对应的镜项 再减去什么 你前面已经预缴的税款 我们看一道案例 某房地产开发企业 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18年12月 销售其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价款总计2600万元 应分摊向政府支付的土地出让金 400万元 请计算其应该奖入的增值税 首先我们看一下 它是个房开企业 然后说了一般纳税人 然后2018年12月 销售其自行开发的房产项目 价款是2600万 当然这个题啊 并没有提的是老项目还是新项目啊 我们这里边呢 暂且认为它是一个新项目 新项目的话 那就是一般计税 一般计税的话 注意它的整个的价款是2600万 我们说一般计税是允许它扣掉什么的 它的土地价款的 400万 减去400万 差额除以1加10% 变成不含税的 对吧 再乘以10% 就是它的销向税额 然后它有进向税的话 我们就抵进向税 对不对 这叫应纳的增值税 当然提干了也没问你预缴的事 那么实践当中可能也会有预缴 对不对 先预缴 然后再正式审报 我们再看一道题 A 房产企业 括号一般纳税人 自行开发了B房产项目 施工许可证注明 开工日期是2016年4月15日 2016年6月 还取得了建筑服务 政治税专用发票 合计1110万元 其中注明的政治税税额为110万 2018年5月15日 开始预售房地产 2018年5月 收到预售款5250万 2018年6月 共开具了政治税 普通发票5250万 同时办理了房产产权转移收续 问纳税人若选择 放弃减益计税方法 则纳税人在7月申报期 应申报多少政治税税款 作为这个题 就比刚才那道题难度提升了 咱们通过题去练考点 不要死记应备 大家跟我一起看 它是个什么企业 第一房地产企业 第二它是什么身份 一般纳税人 第三 它是老项目还是新项目 一看施工许可证 著名的施工日期是2016年4月15日 所以它是老项目 对吗 第四 它是一般计税还是减益计税 我们提案里说了 纳税人选择放弃减益计税 就是它可以减益计税 但是它放弃了 放弃了老项目 放弃了减益计税 是不是就是一般计税啊 所以你就可以认为 它是新项目 只不过是老项目 选择了一般计税啊 既然它选择了一般计税 那我们 它问7月份 申报期应申报多少税款 那它就问的就是 正式申报环节应该交多少税 所以你得先把预角算了 算完预角以后再算申报 对不对 那么既然它选择了一般计税 那么一般计税 我们那个预增率是多少啊 一般计税预增率3%呢 所以它整个的销售额度是 5250万 它卖了5250万 预售是5250万 5250万除以 1加11% 当然这个题啊 这个税率啊 这个11%啊 这个是原来的考题的这个答案啊 现在那个按照最新的税率 应该写成多少了 这个无所谓啊 按照最新的政策 应该写成1加10% 大家到时候替换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不影响我们的结果 因为税率一直在变嘛 原来那个建筑业的 那个房地产业的税率是11 后来调成了10啊 这个不要在意啊 这个正常应该是10% 除以1加10%再乘以3% 算出来是应预缴的税款 那么预缴的税款算出来以后呢 在7月申报期内 真正算出的税额的时候 说不就是肖像减进项了 5250万除以1加11% 再乘以11% 当然你要知道 按现在的教材 应该都替换为10%啊 算出他应预的肖像 然后进项税额是不给了 进项税额是110万 所以他的应预税额 肖像减进项 再减去什么 你已经预缴的税款 143.18万 算出应预税额 224.09万 所以在纳税人在7月正式申报期内 应该申报的增值税 就是224.09万 当然大家不要在意啊 如果你认为10%税率 按现在的政策的话 你这应该怎么算呢 预缴税款应该是5250 除以1加10% 再乘以3% 然后你算出一个预缴的税额 对吧 然后正式申报的时候 肖像税额就是5250 除以1加10% 对不对 再乘以10% 算出的肖像 然后再减进一下 好 还是刚才那条题 如果我们把 后面那个提杆 稍微改一下 如果说纳税人 选择了减一纪税呢 那么纳税人在7月申报期 你应该如何申报增值税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 他选择了一般纪税对吧 如果老项目人家选择了减一纪税呢 选择减一纪税 你应该怎么算呢 那也是先预缴 再正式申报 那么预缴应该怎么算呢 预缴环节 他收到预售款是5250 5250我们是除以1加5% 对不对 再乘以3% 3的预增率 这是预缴税款 对不对 预缴完以后 你再正式申报 正式申报的时候 由于你是减一纪税 你正式申报的话 也是5250 由于它是减一纪税嘛 所以除以1加5% 再乘以5% 然后减去你前面那个环节 预缴的税款 是不是就是你应该申报的税啊 至于那个进项税额 就跟你没关了 因为你已经选择了减一纪税 所以你看一道题 它变来变去 是不是套路滑呀 非常套路滑 好 我们接着看下一种情形 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 它销售自行开发的项目 我们在预缴环节 因为它是小规模纳税人了 它肯定是减一纪税 对吧 所以是按3%预缴 含税价除以1加5% 乘以3%预缴 然后正式申报的时候 就按5%去算成的应纳税额 再扣掉前面预缴环节的税款 我们看一个对应的题目 西房产企业 布号小规模纳税人 自行开发了D房产项目 施工许可证上著名的开工日期是2016年3月15日 2018年5月15日开始预售房地产 该企业2018年5月收到预售款200万 6月共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200万 问纳税人在7月争期申报时如何纳税 这个就简单了 为什么 它跟一般纳税人那个减一征税是不是一样呢 一小规模纳税人 他就直接减一纪税 咱也不用看到老还是新 对不对 老和新不重要 预缴的时候 怎么算呢 200万除以1加5% 再乘以3% 对不对 这是预缴 算出税款以后 正式申报的时候是200万除以1加5% 再乘以5% 然后减去前一个环节预缴的税款 这不就是应纳税额呀 所以先算预缴 预缴税款是5.7万 7月正式申报的时候 这是征收率应纳税款 减去预缴的税款 差额3.8万 在正式环节去补税 以上呢 就是我们讲的 涉及到这个 比较特殊的几项 而且是大家非常难理解的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建筑业的预缴和正式申报 还有一个是什么 不动产租资金的预缴和正式申报 还包括什么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 自行开发不动产的预缴和正式申报 还包括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涉及到纳税人转让不动产的 预缴和正式申报 所以这个7.8.9.10啊 这几个 我们可以这样说是难度最大的 但是 大家一定要重视 因为很可能在综合题和计算题里边考 就像我们前两年一样 但是还是那句话 一定要做题 这块呢 你不要光去听课 你听一百遍 不如做两道题 做两道题回头再一看 发现套路话 听懂了吗 好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基本上 重要知识点都讲完了 那么大家一定要习惯 增值税的计算的思路跟方法 所以我们讲完一般计算的话 我们通过一道例题呢 再强化一下 大家对这种 一般计算方法的应用 我们看一道计算问答题 某生产企业为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负号不具有运输之质 其生产的产品 适用于增值税税率为16% 2018年8月 有关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如下 第一 销售假产品给某大商场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取得不含税销售额80万 另外 取得销售假产品的送货运输费收入5.8万 第二 销售已产品开具补充发票 取得含税销售额29.25万 第三 将自产的一批新产品用于对外捐赠 成本价为20万 国家秀务总局规定成本利润率为10% 该新产品无同类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 第四 销售2017年10月份 购进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使用过的进口摩托车5辆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上面著名每辆取得的销售额为1万 第五 购进货物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著名支付的货款60万元 进项税额9.6万 另支付购货的运输费用6万元 取得运输公司 一般纳税人开具的专用发票 第六 向农业生产者购进免税农产品EP 用于生产果酱 支付收购价30万 支付给运输单位的不含税运费是5万 均取得相关的合法凭证 本月下旬将购进的农产品20% 用于了本企业的资工福利 第七 当月租入商用楼房一成 取得对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著名的税额为5.8万 该楼房的三分之一 用于工会的敌体福利项目 其余为企业管理部门使用 要求 以上相关票据金符合税法的规定 请按下列顺序计算回答相关问题 第一 计算销售假产品的销项税额 第二 计算销售已产品的销项税额 第三 计算对外捐赠新产品的销项税额 第四 计算销售使用过的摩托车的销项税额 第五 计算当月准于抵扣的进向税额的合计数 第六 计算企业8月份合计应缴到的增值税 其实这个题 就是典型的增值税的一般计税方法下的 应纳税额的计算 这样的题目 它是非常套路化的 大家首先要记住 它肯定有几个核心的点 一是什么销项税额 二是进向税额 三是什么 进向税额准出 第四个 才是涉及到应纳增值税的计算 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点 一个题里边 它会有很多项业务 像这道题涉及到七项业务 七项业务肯定有几项是销项 有几项是进向 那么基本的规则 我们的判断方法 就是收钱的是销项 花钱的是进向 所以我们看这道题 你像第一个 它销售假产品 那这肯定很明显的 它是收钱的 取得不含蓄销项80万 就是销项啊 所以80万肯定是要交税的 而且是不含税的 它说另外收取 销售假产品的送货运输收收入 再说一遍 这个运费是什么 是收的运费 不是花的运费 花的运费是进向 收的运费是销项 对吗 再看一下 这个运费是怎么收取的 销售假产品的运费 所以这个运费是什么 叫价外费用 是不是讲过 销售后同时收取的运费 这叫价外费用 所以价外费用 应该并入到销售额 一并击税 只不过你并入销售额的时候 价外费用是不是含税的 那80万在专票上 专票上是不含税的 你那个价外费用是含税的 所以我要加上 5.8万 你要除个1加16% 对不对 变成不含税的 整个的销售额是这些 再乘以16% 大家注意 这叫销项税额 这是第一笔业务 第二笔业务呢 它直接是销售以产品 然后卖了29.25万 这肯定是销项税额 对吧 收钱嘛 但是它的问题在于 它是开了普票 普通发票的话 它的销售额 它就算不说含税 你也能判断出来 它是含税的 所以29.25万 除以1加16% 再乘以16% 第二笔销项 第三个 第三个实际上也是销项 它说将自产的一批新产品 用于对外捐赠 对外捐赠 我们说它是什么行为 叫视同销售 对不对 你视同销售 你是不是也是销售啊 是销项税额的问题 那么这个视同销售的 核心的焦点就在于哪啊 你怎么去确定它的销售额 对不对 那么销售额的确定 既然是视同销售 我们就要看 首先注意四个字叫顺序主价 先看有没有同类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参考 该产品无同类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参考 所以你只能自己算 好 如果你自己算的话 那么没有同类产品可以参考 那么只能用什么 组成继续价格 这不考主价呀 那主价的话就简单了 他给了成本二十万 成本利润率是百分之十 所以乘以一加百分之十 这就是成本乘一加成本利润率 这说就是价格呀 组出来的价格 再乘以百分之十六 又是一笔销项 第四个业务是什么 他把进口门头车给卖了 注意这个进口门头车呀 是他自己的固定资产 对不对 那么固定资产 这不就是销售自己 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吗 我们知道销售自己 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他说每辆取的销售额是一万 一共是五辆 那就是五万 正常来讲的话 正常的算法应该是一乘以五 然后除以一加百分之三 变成不含税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要注意什么呢 我们以前买这个摩托车的时候 这个摩托车 有没有抵护过进向 如果我们买的时候 他抵扣进向了 那我们在卖的时候 就是一乘以五 之合乘以 百分之十六 因为他是专票上的 我们直接用一乘以五 乘以百分之十六 就可以了 对不对 就直接算销项 所以关键看他买的时候 有没有取得进向 第五个业务 购进货物取得正税专用发票 一看就是什么 进向 花钱了吗 支付的价款是六十万 进向税额九点六万 这叫平票抵扣 对吗 平票抵扣 这九点六万还用不用算了 不用算了 另外支付购货的运输费用六万 那么购货运输费用 取得了运输公司开机的专票 所以运费 这叫支付的运费 是不是也有进向啊 六万 乘以百分之十的进向 这是第五项业务 这是进向税额 第六项业务呢 买农产品 也是支付收购款 一看支付就知道什么 这叫什么 这是进向 花钱嘛 但是要注意这个进向比较特殊了 从谁手里买农产品呢 农业生产者手里吧 所以他肯定是计算里扣 支付收购价是三十万 运输单位的运费是五万 都取得了凭证 所以啊 正常的进向税应该是多少啊 你的运费五万 是不是要乘以百分之十啊 然后前面呢 这个农产品呢 是三十万 注意这里边稍微特入一点 这三十万 一定要注意 它是乘以百分之十二 有的提干呢 是三十万乘以百分之十 有的提干呢 是三十万乘以百分之十二 取决于什么 这道题你要注意 他买的农产品用于什么 生产果酱 我们知道果酱的税率是多少 是百分之十六 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你买百分之十的农产品 你生产出来的是百分之十的货物 那么前面就是百分之十 如果你卖的货物是百分之十六的 那你前面的抵扣进向的时候 扣除率可以按百分之十二去算 对不对 是不是讲过 只有这一种情况特殊 就是你加工出来的货物是十六的 你前面农产品的扣除率 就是百分之十二 特殊的 这块一定要注意 当然 这并不是结束 你的运费的进向和农产品的进向 全部发生以后啊 它下面加了一句话 本月下旬将勾进的农产品的百分之二十 用于了本企业的资工福利 那你一看到资工福利 它是将百分之二十 用于了企业的集体福利 那么百分之二十的集体福利 是我们讲的叫 外购货物用于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 它是不能抵扣进向税的 不能抵扣的进向税 你把它抵扣了 是不是要做进向税额转除啊 要做扣减 所以你实际上能够抵扣的进向税额 农产品和运费部分 你只能抵百分之八十 而并不是全部 对不对 你只能抵其中的百分之八十 第七个 当月租入商用楼房一层 取得对方开具的专票上 著名的税款为五点八万 该楼房的三分之一 用于工会的集体福利项目 其余为企业管理部门使用 其实这道题啊 它考核心的是两个点 它说的是租入 如果它说购入 我们知道购入房产的话 它就涉及到一个什么 百分之六十是当月扣 百分之四十是十三个月以后扣 这叫购入不动产 对吧 我们这不是购入 是租入 租入不动产 是不是就支付租金呢 支付租金的话 我的税额取得了专票是五点八万 这个考点在哪呢 它说三分之一用于工会集体福利 三分之一做企业 三分之二做集体福利 做企业管理 那我们知道集体福利是不能扣的 而企业管理部门是可以扣的 但是这属于混用的不动产 我们讲过混用的固定资产和混用的不动产 它的进项税额都可以抵扣 不需要去分割 对不对 所以这五点八万是可以正常去扣的 因此我们最后算出 第一项销项税额13.6万 第二项以产品的销项税额4.03万 第三项对外捐赠的销项税额3.52万 第四项销售使用过的摩托车的销项税是0.8万 第五项进项税额的合计数19.28万 第六项该企业8月份实际的应纳增值税额 销项减进项 再减去我们那个进项税额的 涉及到的转出的要把它调整以后 算出应纳的增值税是2.67万 我们再看一道计算问答题 上一道计算问答题呢 还是集中于什么我们传统的增值税的行业 我们第二套计算问答题呢 就集中到我们的应该针对这些行业 我们举的例子呢是房地产开发公司 某房地产开发公司 括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18年9月份发生如下业务 一销售2016年3月开工建设的住宅项目 取得含税收入 我们看多少个零啊 16亿6千万元 从政府部门取得土地支付价款7亿8千万 该项目选择了解易集税方法 第二八月支付假建筑公司工程款 取得政治税专用发票 住民金额为1亿2千万 税额1200万 第三出租移动写字楼 合同约定租期为三年 每年不含税的租金为4800万 每半年支付一次租金 本月收到2018年9月到12月份的租金 开具了政治税专用发票 住民金额为2400万 另收取办公家具 押金160万 开具了收据 该业务适用一般积税方法 第四 购进小轿车一辆 支付不含税的价款为20万 增值税3.2万 取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第五 支付高速公路通行费 取得高速公路通行费发票 注明金额是1.03万 以致本月取得的相关凭证 均符合税法规定 并在本月申报抵扣了进项税额 要求根据以上资料回答下来问题 第一 业务一应纳的增值税是多少万元 第二 业务二准以从销项税额当中 抵扣的进项税额是多少万元 第三 业务三 增值税销项税额是多少万元 第四 该公司当月应纳增值税是多少万元 这个题目是18年税务师的考题 这个是典型的新行业 我们首先看第一项 他说第一项业务应纳的增值税 由于他是个房开企业 切实一般纳税人 这两条一符合的话 我们就知道 房开企业一般纳税人采用一般计税的 他可以怎么做呀 如果他选择一般计税的 是不是就可以把地价款扣掉 按差额算销售额 对不对 但是这道题实际上打了个马虎眼 他虽然给了土地价款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土地价款是不能扣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项目选择的是减一计税 所以你减一计税的话 对不起 你那个地价款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听懂了吗 所以我们在算出的应纳税额的时候 直接用什么 他那个收入 含税收入 16亿6千万 除以一加5% 再乘以5% 所以那个地价款是马虎眼 听懂了吗 实际上并不影响你最后的计算 就是用全额 除以一加5%乘以5% 算出来是7904.76万元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他问的是业务二准以从销项税额当中 抵后的进行税额 我们业务二是什么 是支付给假建筑公司工程价款 取得了专票 那么著名的金额是1,2千万 税额是1,2万 注意我们是一个房地产企业 对吧 房地产企业我买这个建筑服务 相当于我买建筑服务 注意 房地产开发企业 它不涉及到什么问题 分两年底扣的问题 如果是一个非地产企业 他购买了建筑服务 然后用于了什么自己的房产的一个改扩建 如果那建筑服务 我们知道超过你的不动产原值 超过50%了 是不是要分两年底扣啊 而我们是房开企业 房开企业开发房地产项目 不适用两年 所以它就直接一次性扩除 你那个所有的税款可以一次性扩除 第三个问题 是业务三应当的增值税肖项 业务三呢 涉及到的是合同的房屋的租赁 房屋的租赁呢 这里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我们合同约定的是租期13年 每年是4800万 然后每半年支付一次租金 我们这个月是收到了这个整个下半年的租金 而且开了专票 注意 我们是对外出租 所以是涉及到肖项的 然后收取办公压金 这个压金要注意 压金什么时候才计税啊 压金在逾期的时候才计税 在你收取的时候 它是不计税的 对吗 所以第三项业务 它涉及到的增值税 也就很容易算了 纳税人 第一 纳税人提供租赁服务 采取预收款方式的 这个就是预收款方式 其纳税义务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收取租金在5月发生纳税义务 适用税率为10% 增值税专用发配上 著名的金额是不含税的 所以我们实际上的 肖项税额是多少啊 是2400万 直接乘10% 算出来是240万 第四个 他问的业务是 该公司当月应纳的增值税 当月应纳的增值税呢 我们还前面呢 把肖项税额基本上都算了 那么这里面还有 进项税额的问题 那么进项税额 主要涉及到几笔呢 进项税额 一个是涉及到 我们前面那个 劳务建筑款是1200万 建筑工程款是1200万的 进项税 还有一项进项税呢 就是购金小轿车 支付的进项税 3.2万 同时这个通行费 它的进项税 大家要注意特殊一些 因为它是高速公路的通行费 高速公路通行费呢 需要做一个换算 因为它价税合计是1.03 我们1.03除以1加3% 再乘以3% 如果它不是高速公路通行费 假如它是12级公路通行费 那你就是出1加5% 再乘以5% 对不对 所以提干随时在变化 我们算出总个允许底后的 进项税额 是1203.23万 所以当月 实际应纳的增值税 肖项 减进项 再加上什么 我们前面第一笔业务 涉及到的增值税的肖项 所以整个应纳增值税 是6941.53万元 那这个题呢 就是典型的 盈改增行业 它如果综合体考你的话 一般是以这种形式来考察我们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的内容